8月,备受期待的帕克太阳探测器将发射升空,它将进入距太阳远河流645万公里的轨道,收集太阳演化室和危险要般的相关数据。 帮助科学家预测具有破坏性的太阳风暴,宇航局希望借帕克触摸太阳,进一步了解这个生命之源。 以数概念图,帕克探测器对太阳进行观测,美国宇航局的帕克太阳探测器将与巴叶在福州卡纳维拉二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升空后,帕克的最大飞行速度将达到每小时43万英里,远河每小时70万公里,与太阳的亲密度将超过以往的任何太阳观测任务。 月前,宇航局宣布着像具有突破性的太阳观测任务的发射日期,同时公布直径8英尺月和2.5米的革命性革热照的新照片。 革热照将确保帕克探测器的安全,专家们希望帕克的近距离观测,能够提供重要线索,帮助科学家了解太阳的演化以及对地球构成危害的破坏性药班。 猛烈的太阳风暴能够破坏电网和干扰卫星。 工程师为帕克探测器安装隔热照,帕克站在具表面大约400万英里的轨道,对太阳进行观测。 帕克探测器的体积与一辆汽车相当,将于8月4日丹城联合发射联盟的德尔台AV重型火箭从卡纳维拉二角空军基地的第37发射架奔赴太空。 它将为科学家提供前所为有的太阳数据。 太阳环境的变化,能够波及整个太阳系,影响地球和其他星球。 帕克探测器单直接飞入太阳大气层,在具表面大约400万英里的轨道,对太阳进行观测。 观测期间,这颗探测器单追踪能量和热量,如何在太阳大气层移动。 研究哪些因素加速太阳风和高能粒子,宇航局网站将直播发射过程。 升空后,帕克要经过近7年的飞行,2024年抵达目的地。 5月18日,Astotech公司一块纪念邮金帕克的试板安装到帕克太阳探测器上,正是他预言了太阳风的存在。 飞抵太阳后,帕克探测器将环绕太阳气中,进一步拉近与太阳间的距离。 这艘飞船将近距离穿过太阳大气层,最近实距太阳表面380万英里,约合600万公里。 虽然仍在水星轨道内,但此时与太阳间的距离,只有此前任务的七分之一。 日地平均距离为9300万英里,约合1.51公里。 宇航局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也就是日面,借助先进的观测仪器和成像设备。 这艘飞船将让我们对日年的认知发生革命性变化,同时进一步丰富我们有关太阳风起源和演化的知识。 在改进太空环境变化的预测方面,帕克将做出重大贡献。 太空环境的改变能够影响地球上的生命和技术设备。 帕克探测器的隔热罩像是一块三明治,两块碳纤维和成板加着4.5英寸,约合11.5厘米厚的轻型碳泡沫芯。 为了尽可能多的反射太阳热量,隔热罩的响阳面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白色涂层。 2018年初,宇航局开始测试帕克探测器。 宇航局此前表示,帕克将进入了太阳外层大气层。 这艘飞船将收集重要数据,帮助科学家了解太阳的演化和天气事件。 帕克所获数据能够改进科学家预测危险药班的能力。 太阳药班能够破坏卫星和地球上的供电。 帕克探测器获取的数据将帮助科学家改进危险药班的预测。 强太阳风暴能够破坏电网和干扰卫星。 医院、疙瘩的太空飞行中心的专家将帕克探测器掉入一个测试英尺,约合12米深的热真空舱。 真空舱模拟帕克太空飞行期间遭遇的严酷环境,包括近真空环境以及鸡寒和急热。 经过七周的测试,工程师于3月中旬将飞船吊出真空舱,而后越往佛舟。 按照原定计划,帕克将于7月31日达成德尔凯IV重型火箭发射升空。 1月,宇航局开始测试帕克探测器。 探测器在真空舱度过七周,模拟在太空中遭遇的严护环境。 2017年9月,宇航局公布帕克探测器第一批照片,包括新安装的能够经受住1371热射度高温讨厌的隔热照。 隔热照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实验室制造,首次安装到帕克探测器上,一把革命性保护伞。 将确保帕克探测器安全。 2017年5月,在芝加哥大学的威廉埃克哈特研究中心理堂,宇航局在一次视频直播中正式宣布帕克太阳观测任务。 宇航局科学动物理事会复行政官托马子祖不成表示, 我们希望对这个环境进行观测,解释造就酷热预免的升温过程,以及加速太阳风的过程。 5月2日,Astrotek公司帕克探测器的太阳能编制版,祖不成随后宣布这颗探测器将立志交个大学科学家。 太阳风研究先驱邮金帕克的名字命名,邮金在活动上表示,我感到非常荣幸。 帕克项目科学家,约翰斯或普金斯大学用物理学实验室的尼克拉福克斯,随后登上讲台。 他说在此之前,宇航局一直没有找到,与日免亲密接触所需的先进材料, 日免的温度超过太阳中心,查明原日是帕克任务的一大使命。 这是迄今为止最酷最热的探索任务。 5月31日,技术人员用激光照射帕克探测器的太阳能编制版, 以确定能否形成电流并输送给飞船, 福克斯指出帕克探测器将逐渐靠近太阳,最终进入日免。 这艘飞船必须经受住彼此间,任何探测器,都要严酷的高温考验。 在回答观众提问时,福克斯介绍了帕克探测器,携带的一些先进设备, 包括名为Whisper的白光成像仪,Whisper在帕克高速穿过太阳波时进行成像。 此外,帕克探测器还将携带一整套此成像设备, 对太阳风的等离子体,福克斯加其形象的车之为要搬的黄油和面包,进行测量。 帕克探测器将对太阳进行为期期年的观测。 这颗探测器,有两块太阳能编制板,水穿过电池板内的管子,进入散热器,起到冷却电池板的作用。 宇航局表示帕克的近距离观测有助于揭示恒星运转机制背后的物理学。 提高太空天气的预测能力,太空天气能够影响地球,以及轨道中的卫星和宇航员。 长久以来,科学家希望派遣一颗探测器穿过日面,进一步了解太阳风以及随风吹入太阳系的物质。 宇航局科学家,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在埃里克克利斯蒂安2017年指出,虽然我们不能靠得太近,但这项近距离观测任务足以解答有关太阳的一系列关键问题。 科学家便无法准确预测空间天气的影响,恶劣空间天气能够给地球造成巨大破坏。 宇航局指出帕克探测器将帮助预测大规模太阳事件。 工程师针对帕克探测器的太阳能电池把进行检测,太阳是太阳风的源头,这种气流已超过每小时100万英里,远和每小时160万公里的速度穿过地球。 太阳风中的扰动能够导致地球磁场摇晃,同时将能量引入辐射带。 美国国家科学院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没有先进的预警系统,大规模太阳事件可让美国遭受2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美国东海岸将陷入长达一年的大断电。 5月2日,Estrotech公司安德鲁格尔革正准备测试帕克探测器的太阳能电池板,来自太阳的数百万多高辞5至1每小时数百万英里的速度飞行。 宇航局表示,所获数据将成为了解和预测太空天气的关键。 只有近距离观测太阳,我们才能准确预测空间天气的影响。 在与太阳亲密接触时,帕克的速度将接近每小时45万英里,约和每小时接12公里。 延伸阅读,先进天机太阳天文台,ASOS作为我国首客的专用太阳观测卫星。 通过全日面试量词,像一,莱曼阿尔把太阳望远镜和太阳UX射线,成像一三台有效载荷的组合,将揭示太阳磁场。 太阳教班和日面物质抛射,简称逆次两报的形成及相互关系,开启在莱曼阿尔法波段进行全日面和内日面,同时成像观测的新窗口。 根据ASOS卫星工程立项批复文件和空间科学而起先到专项实施方案,ASOS卫星将在2021年底完成工程研制任务,并于2022年上半年择机发设。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